哈囉,大家好,歡迎收看我們今天的看看留言吧 來讓我們看看第一個朋友 他留言跟我們說了什麼 這個朋友叫Mike,麥克林 說以色列已經打到第四季了 不像上帝見證的國度 他講的是疫苗的事情 就是以色列已經打到第四季疫苗了 對,其實不只是這樣 以色列非常需要福音 而且以色列非常需要 然後就是基督徒去傳講耶穌給他們聽 我在觀察以色列 我常常去看以色列的新聞 然後我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就是因為我是基督徒 然後好像對以色列就有一個特別的憧憬之類的 神給你個洪洪 應該不是,我對他們那些人沒什麼興趣 但是你仔細看的話 你就會發現以色列其實是一個非常集權的一個 國家嗎? 對,然後呢他們的政府制度 然後他們還有就是Socialist的一個 Town 然後他們做很多事情 都是一個 用一個非常集權的一個方式 你就去拿 他們現在做的事情 還有跟聖經裡面發生的事情 然後 然後 然後全中東最支持同性戀啊 然後變性戀啊 什麼什麼東西 只有以色列 以色列反而是一個 非常非常不像是神的子民的一個地方 那我不是在說他們那邊是個壞地方 他那邊也有很好很好的地方 他們那邊的文化很深 但是你去看他們的以色列的人的話 他們有非常非常多無神論的人 就是現在的這座光球嗎? 對 然後他們為了要促進種族 還有就是宗教融合各方面 他們也做出了非常多的compromise 所以說 基督徒常常把以色列當成是一個 好像是完美的一個方程式吧 我不知道怎麼去形容這個東西 就是說 我們要變得跟以色列人一樣 但是我們其實不是要變得跟以色列人一樣 我們不是要變得好像崇拜以色列 我們要崇拜的是聖經 我們要崇拜的是神的律法 還有神的這個 做下來這些規範 而不是那個人種 那以色列他們從以前到現在就都很驕傲 我覺得某一層面是因為就是他們上面 聖經上面寫就是他們是神的子民 還有各方面 就神簡選 我之前有參加過一個group 那裡面就有很挺以色列的 百分之一百挺以色列的那一方 就是以色列做什麼都是對的嘛 是這樣 然後就你看他們的服裝啊 都是有什麼意義啊 那這些我都知道 這些我都看過 然後牧師每次在分享的時候 也會講這些東西 那這東西都很棒 但是你去看現在的以色列的話 其實是跟就是先知那個時候說的以色列 其實是差不多的 就是以色列有各式各樣的敗壞 還有各式各樣的不好的地方 是我們不應該去學習 然後不應該去把他們好像他們就是完美的那個一樣 然後上一次以色列的人啊 然後到教會裡 然後好像就一群人就是圍過去 就是把他們打好像當成偶像一樣這樣看 我覺得那是沒有這個必要 也有可能是比較好奇吧 就是說你們在那邊是怎麼回事 但是我們如果要是看的話 你就看很多猶太人呢 大家就哦猶太人 你就神監選的 怎麼這樣 這個國會裡面那個 衛生部長那個 Rachel or Finn 他就是猶太人 我真的萬萬沒想到 而且我再一去查他 沒想到人家小學 就是從小的時候了 就是上的就是西伯來的那種學校 雖然是在美國 但從小都是在這個語言環境裡面長大的 那陀拉安那些東西沒少看 就是他們都是這樣的 但你看他長大了 他也做出了這樣的決定 說他去變性或者怎麼樣 或者是包括像我們很多基督徒也是這樣 就不是說 你可能在信主的當下 或者有一些時候 就說哎呀那個 我要完全聽神的話 怎麼可能 但是你很難保證說 他是不是一信主了 一輩子都是完全跟從神 就是很難講嘛 那對於這個以色列還有猶太人 他們存在的問題 是現在社會上都存在的問題 敗壞也同樣存在在他們的裡面 對吧 所以就是真的是需要耶穌 如果沒有耶穌的話 沒有辦法 你要怎麼去做到決心 很難很難很 不太會 然後我們常說什麼 要把福音傳回以色列 還有各方面的 我說真的 在美國有80%的猶太人 他們不相信聖經 他們不相信有信仰 說在美國的話 猶太人信主的比例 甚至信託拉的比例 是非常非常低的 天啊 所有的這些聖經上面的寫書 他們都會去參加喔 他們都會去參加 那只是他們生活的一部分 就是參加是參加 但是心裡怎麼想的 信不信是另外一回事 對 對 然後這個數字是從 U.S. Consensus Bureaucrat Statistic裡面出來的 所以說是還蠻值得信賴的一個 反正就是你如果說看到猶太人的話 他身上不用戴個什麼東西 或什麼之類的 用帽子啊 對 你要去問他說 你知道福音嗎 然後你知道耶穌愛你嗎 神也是愛他們的 然後神對他們來講很重要 如果說沒有神的話 他們是一個不存在的一個民族 你要讓他們知道這一點 對 你要讓他們知道說 他們以前打的聖仗 全部都是因為神 跟神在一起 他們才可以打得贏這個東西 是啊 對 所以說 你要讓他們知道說 信仰對他們很重要 他們這個民族 如果沒有信仰的話 他們就什麼都不是 目前我覺得 最難突破的就是這一點 因為他們的確是很強大 他們的確是很聰明 他們的確掌控了美國很大一部分的經濟 還有很大一部分的產業各方面的 但是他們在這個過程當中失去了深 所以說我覺得現在的以色列 你去看他們的新聞 其實真的是很不像聖經裡面神期待的以色列 所以就是他們現在的所作所為 包括現在人民的想法 還有政府 包括他們的那些風氣 其實還是遠離聖經的 那你說在聖經上面有沒有 肯定是有 但是是比較少數 所以這個跟全世界情況都一樣 我們大家是要繼續努力 而且要繼續的為他們祷告 希望他們能夠早日得救 很多猶太人 他們也是只信耶和華神 他們不承認耶俗的呀 也是這樣子 所以這些都是 希望我們能夠來做一個翻轉的東西 希望我們可以通過愛 通過福音 這種方式來讓他們明白 讓他們了解 來看下一個朋友留言 他說 正常成人就是不會被兒童信息引 說什麼鬼話還硬要嗷 只想把自己腦子邪念合理化而已 不管有沒有動作 放任邪念就是惡人 戀童癖 結案 我都想到那個手裡拿來的法官 結案 對啊 其實你說真是 我覺得這個講的就是昨天Eason那個 爆的那個新聞 就是一個人他把他這個戀童癖的 這一個群體完全的合理化 就是說好像愛小孩也是愛呀 對小孩有這種性的方面的吸引 也是對他們一種愛 這到底是什麼變態 就是 對 我覺得愛小孩是 的確是愛沒有錯 每一個人都愛小孩 對啊 每一個人看到小孩 都想要照顧 都想要保護 都想要餵他吃東西 然後小孩跟你 就是我是一個很吝嗇的一個人的話 如果說一個人過來 跟我要什麼餅乾之類的 我就覺得NO 那小孩的話 我一定給就是 這麼吝嗇啊 那我下次又問你要一塊餅乾看一看 我不吃餅乾 所以我餅乾給你 等一下 反正就是這整件事情啊 我在很早之前 我已經看到一個 TED TALK TED TALK 已經很被左派侵襲的 抖音的 全部都是左派年輕人 如果你想上哪找 抖音上面最多 對 然後上面還有一堆人就說什麼 TED TALK 真的是教大家好多什麼東西 然後TED TALK也塞了很多這種變態的東西在裡面 對 其中一個 我記得一個女的 她說什麼 喔 Pedophile 這東西只是她的性取向 但是跟普通的性取向不同的是 她的性取向如果被公開的話 會毀了她一生 你廢話 性取向 對啊 我真的是不知道要怎麼去 對 就是你不知道說怎麼這些人 會把自己就騙成這樣子 對 戀童癖就是戀童癖啊 他就是個變態啊 對 你怎麼會叫一個合理的性取向 對 你想要跟一個小孩發生性行為這個東西 你在任何一個國家 任何一個文化都是會被抵制 而且是被辱罵的一個 你別說人了 動我 對 你想想動物 小貓 小狗 你見過有大狗 去對那些小狗做什麼嗎 你見過有大貓 對那小貓咪去做什麼嗎 你如果看到錯 你會不會覺得這隻貓就變態 有毛病 沒有 貓跟狗 這些動物全部都知道成年的 就是要找成年的 他們都不會有這種什麼戀童癖 啊 你人 你人就搞出這個東西來 你看見小孩你就有那種興趣 那真的應該去看看心理醫生啊 對 所以說真的就是 而且這個人是教授 大學教授 所以就是大家千萬不要向往什麼名教 很多人都非常向往名教 尤其是從中國來的爸爸媽媽什麼的 孩子又進名校 媽呀名校的教授就這樣 之前那斯坦福的教授就那樣 我新聞裡面有報過的 所以這些名校已經不是一個什麼 好像一個很好的地方 你去了哈佛然後你畢業了 你當教授你就怎麼怎麼樣了 完全不代表任何東西 對你本來知道說男生跟女生是怎樣 好好的 OK 我進去的時候 我都OK 我出來的時候 男生女生 男生不一定是女生 沒有男女 對 我真的是不知道教育是要怎麼樣把你變成這個樣子 然後你還可以很大聲很光榮的說出來說 你看我多聰明 我分不清男女了 I don't get it 這整個社會的風氣 我實在是完全不了解 而且這個文化是充斥著全世界的 日本然後韓國 中國大陸 台灣就是每一個這個 接受西方文化的地方 每一個都變成就是這個樣子 對啊 而且你就說最簡單的 就像同性戀這個東西好了 那在我還很小的時候 大概上初中的時候 不知道什麼叫同性戀 怎麼會知道什麼叫同性戀 但是那個時候 你知道其實我聽我外婆講 就他年輕的時候 他們村裡面是有同性戀的 但是那是非常非常羞恥的事情 是 就他自己也不好意思說 然後東北的管同性戀呢 就有一個詞就叫二椅子 就說那個人他是個二椅子啊 就是那人是個二椅子 就是那個意思 他是個同性戀 那時候大家都說 不好意思說或者怎麼怎麼樣 這樣的 但現在 上了初中的時候 突然這個文化就變了 我的同學就開始跟我講說 哎我特別喜歡看 虎男虎女的那種那個漫畫 然後我說什麼意思呀 什麼意思呀 我就不懂了 然後他說就是兩個男的在一起 我說兩個男在一起幹嘛呀 他說就是談戀愛 我說男的跟男的談戀愛 你知道嗎那個時候就是看那種漫畫 應該就從日本過來的 啊啊 然後就是什麼 虎男虎女什麼東西呢 那從我初中一直到現在慢慢慢慢 這些東西變得越來越公開 然後你會看到男人女性化 變得越來越普遍 然後越來越被人說哦這個男生很精緻 這個男生很有氣質 其實就是 非常非常娘 非常非常女性化的那些同性戀 就會變成了一個好像被人崇拜的這樣一種文化 就說哎呀你是同性戀 哎呀你好棒啊 同性戀都最聰明 同性戀都最有藝術氣質 然後藝術家都是同性戀 會被這些東西按上標籤 你會看到說 這才幾年 這也就是差不多10年左右的一個東西 就會變成這樣子很奇怪 學生一定要小心 來下一個朋友 好下一個朋友 他叫Dora Hsu 他說說得很好 很多教會也是在妥協 不為公益發聲 不對政治表態 抱著所謂的中庸立場 彷彿就是伴做好人的壞人 哎等一下我要離題一下 他的頭像我好喜歡 好可愛 就那個松鼠很帥的那個樣子 這個在網上被很多人劈成很多的圖 哦是啊 超帥像那種絕地武士一樣的松鼠那樣子 哦Iron Man的那個 對啊超可愛啊 對 但是他這個留言說的也是的確很中肯 就很多教會也的確是在妥協 不為公益發聲 不對政治表態 抱著所謂的中庸立場 真的就是伴做好人壞人 那當然呢 我也覺得說在這個裏面 其實有一些是他們不懂 或者不了解 或者是就是當你對一個事情沒有很了解 其實你很難做出什麼評價嘛 對不對 所以就是我相信是有很多 很多人他們是很好的也想參與 但是就是不明白 也不知道到底要怎麼做 但是在這裏面我們的確會看到 有一些他們就是故意的或者是怎麼樣 也的確有包含這樣的 但是現在目前為止看來是佔比較少數了 那像我們之前有看到說舊金山那邊 有很多地方那個大主教啊 他們就暗利那種變性人啊 去做大主教等等等等的 他們就是提倡這些東西 那這些東西呢 你們故意去提倡這個東西 你明明知道聖經裡面不是這樣講的 你明明就是要背離了神的真理 那你還去做這些東西 你還去故意的宣揚這些東西 你幫助這個左派在社會裡面去做這樣一個運動 來起一個帶頭的作用 就是非常非常非常糟糕的事情 對 教會從有史以來在西方文化裡面 就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神這個entity在所有的西方文明裡面 都是一個非常非常必要的一個角色 一個宗教代表說它有一個 morality 道德觀 然後是從神來的 不是從人出來的 不是任何一個人發霉的 這個東西是神說的 那麼既然神是一個比我們高的一個entity的話 那麼我們就要依照他的方式而活 然後依照他的方式而行 對 那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但是現在的教會變得要革新 每一年都要跨越 每一年都要飛翔 每一年都要突破 新年的時候你都會看到教會的那些標語 全部都會出來 跨越革新非常突破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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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類的 但是他們要突破什麼 他們要跨越什麼 其實我覺得這個是範圍是比較窄 尤其是現在像這個政治的東西 以前沒有被教會所註明到 也就是說當時他們說 哦政教分離或者怎麼樣 所以他們就會把這些跨越革新的東西 放到你個人的生命當中 比如說像你這個人際關係啊 或者你生命的成長啊 或者你脾氣是不是變好啊 或者你平時 祷告靈修的東西夠不夠啊 但是我覺得像什麼政治的這種觀點的立場 基督徒一定要有 而且教會一定要有 那我這邊要先講一下 就是你這些東西的話 你要有基礎 你要有聖經基礎 然後呢你再去做這些事情 很多年輕的牧師 他們就是要跨越 而我們就是要接受同性戀 我們就是要愛什麼什麼什麼 我們就是要怎樣怎樣怎樣 台灣有非常多教會是這個樣子 是吧 我還聽蠻多人跟我講 對那美國也有很多教會是這個樣子 那麼這些教會也不會說他們是一端 他們也相信三國一體 然後也是怎樣怎樣 對然後也是讀經或者幹嘛的 大體來講都差不多 對但是他們就完全扭曲 這個聖經這個東西 那我覺得 我們或許現代的基督徒 不是說我保守 我覺得說 不是我們不是說要跨越 我們不是要什麼飛翔 我們不是要什麼突破什麼什麼東西 我們是要回到聖經 我們要跨越我們自己 我們要突破我們自己 我們要從我們自己這邊飛翔出去 然後到神那個地方 我們要回到聖經 我們要回到神的心意才是對的 這麼多slogan 很多都錯了 我們要跨越吸引到更多的人來教會 我們要吸引更多的什麼什麼什麼東西 我們要讓年輕人留在教會的方法 我上一次看那個interview 那個變性人自己分享說 我禱告 然後神告訴我說 oh you are my son 然後他就覺得說 哎呀我是個女的 但是他叫我兒子 所以說我一定是男的 然後他就要跑去變性 yeah it doesn't work that way yeah yeah 對因為很多東西 它就是要建立在聖經真理上 為什麼教會會興盛啊 為什麼教會會興很多人 因為教會行在神的旨意裡面 他在講述神的真理 如果你要是神的真理沒搞清楚 你被這些社會運動大訪 你說哦 我們為了要積極的跟上潮流 所以我們就開始來講 社會上現在最流行的東西 我們要講這個同性 我們要變性 啊神是愛 然後神都愛他們 你不用改變 這樣的話 因為你真理的東西偏離了 嗯 你就沒有辦法吸引人來 而且你吸引人之後 你沒有辦法教導他們 你是在害他們 你沒有真的在拯救他們 所以這個是我們非常非常要注意的地方 對不對 yeah 嗯 哈哈哈哈哈哈 好 那非常感謝大家收看我們今天的看看008 那接下來呢 依舊是我們的傳統啊 還是神奇傳播給我們跟大家帶來的 非常非常好看的 川夫英大小童話片 好那我們今天節目就到這裡 拜拜 我是弗莉莎 我是一芬 我們下次再見了 拜拜 對於黑洞基點的參數 我們了解的非常有限 還需要有更多的研究和實驗 才能夠給您報告 哎呦 我對你們這些天才有信心 人類科技這樣高速發展下去 過去以為是神呀 上帝呀什麼的 宇宙所有的奧秘到後來 都會被我們搞得一清二楚了 就算是現在我們面對的 什麼新冠病毒 要命的肺炎 只要花點時間 科學也可以一一解決的 因為人定勝天嘛 人定勝天 哎 怎麼 你不以為然嗎 董事長 我跟您說個比方吧 有一天 一群住在深山裡面的螞蟻 舉行他們國家高峰會議 討論最新的發現 有位部長就報告說 聽說啊 山溝那邊最近出現了一種 叫做人類的動物 牠的腳可以一次踩遍一千隻螞蟻 所以啊 那邊就有許多的螞蟻都搬了家 經過高層螞蟻一番討論之後 國王就做成了最後的結論 我們一致的看法就是 別聽這些鄉下螞蟻的迷信瞎說 哪裡有什麼人類啊 近幾年來 我們螞蟻的科技發展神速 現在叫做什麼人類的 相信會在不久的將來 就被我們搞得一清二楚 就算真有人類的存在 但也會因為我們螞蟻持續的進化 和我們不斷研發突破新的武器 到最後將是咱們螞蟻一腳踩扁一千個人類的時代 因為我們相信 以定勝人 董事長 您覺得螞蟻會有這麼一天嗎 人類真的能一直無限發展 而達到人定勝天的境界嗎 誒 雖然 你現在把我問倒了 然而 但願還是有一天 我能對這個問題搞得一清二楚了 我們就但願如此吧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